我的银行账户无端无故的又被冻结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把你的情况讲清楚 在说这个解冻的时候 你回来把事情讲清楚 就有说法了 上一支影片我主要是转发了一个别人说的 是别人的言论 他据称是来自新疆逃离出来的一个人 他是希望我们帮他转发 我就转发了 还真的是很敏感 后来相关的人员又打电话给我的家人 然后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人 然后让他们转告我 因为我在美国基本上就没有再去处理这些事情了 他们就只能通过我身边的人去骚扰他们 他们要求我把关于转发新疆的这支影片给他移除掉 这不是我的立场 是别人的 别人希望我帮忙转发一下 并且我没有就此事就新疆议题进行讨论 但是还是被警告了 因为在中国发生了那些事情 后来我现在在国外的时候还是被骚扰 包括我的银行卡很多都被冻结了 那在上个月我更新影片 包括YouTube给我的广告费 所以美国的银行卡因为出了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转到美国银行卡 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YouTube广告费打不进来 后来我就想办法 经过各种各样的 然后就转到中国的账户里面 因为本身我平时也会用到淘宝 这些会买一些东西 包括给家人去买一些东西 所以还是会用到中国的一些线上支付的 所以我就干脆把钱就转进去了 一开始都是没有问题的 直到几天之后 我的那个账户又被冻结了 那张卡因为之前就没有什么钱 所以他们没有冻结 那这一次冻结的就是之前的YouTube的广告费 就差不多一万美金 差不多六七万人民币这样子 又全部冻结 我今天就想打电话去问一下 为什么要冻结我 理由 包括冻结到什么时候 你总要给我一个说明吧 打通了 打通了 喂 你好 我是去年被你们抓了 然后我的银行账户不断无故的又被冻结了 所以我想看一下理由是什么 对对对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知道啊 就是我想说我的银行 打个跨洋电话吗 对啊 因为我这个打不过去 我用网络电话打的 你打了什么用回来 新闻也报道了 我觉得这样回去的话 其实对我是不太好的 你这样吧 你什么用回来把你的情况讲清楚 再说这个解冻的事了好不好 但是这个冻结应该也要给个理由跟说法 然后期限什么之类的 你回来 你回来把事情讲清楚 就有说法了 但凡有一点的爱着我的心 我跟你讲我是 注意一下要注意你的言语 我可以给你短暂交流一下 爱国这方面我是真的爱国的 你知道有时候在国内可能不能理解 政府应该跟国家是分开来看的 我回国的打算吗 你如果是你愿意回来 看法院那边是一个怎么样一个说死 但是这对你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处罚 对缓行这块 其实你如果不走 我认为走缓行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当时我们为什么对你去报 当时你也在吗 为什么对你去报吗 当时你也在吗 我见过你一点 但是你应该我没有具体跟你做过手续 没跟你谈过话 是 从三亚带回到我们市区门合的时候 下车的时候 我见了你老家的公安去照顾过你家里面 是吧 对啊 那你上新闻那些事 你当时上新闻的时候 在新闻里面都说了些什么呢 没有讲任何反对我党跟政府的事 我就讲我在中国 就因为翻墙被抓了 我相信你现在打电话回来 咨询我们说 这个什么期什么时候呢 你给你解冻 是不是资金出现问题了呀 我问你 是不是资金出现问题了呀 就一个点 你就去骂爹骂娘了 你不能说我们国家的体制都不好 从现在这个世界变化的 和一毫体的大事上来看 中国的应对 实际上就比美国要强得多 你无非在那边 你肯定是意骂爹骂娘嘛 是不是 想骂谁都可以 你既然在中国生活过 我听说你在台湾 你也是活过一段时间 对 那时候在海南去交换交流学生 带了思考 台湾我就是特别喜欢 你也是动了 对对对 你又觉得台湾特别好吗 真的特别好 我建议去旅行一下 好 我问你 你听我讲 你天天在议会里骂爹骂娘 这个打那个那个骂 骂那个台湾的几千万人口 你吃饭 好像这样没准备大问题 那你放在中国那不行吗 嗯 这14亿人口 我估计都死掉3亿了 哈哈 这个不能乱讲 实在 好 但你所说的任意的东西 你一定要全面客观 要去发了你的表述 你要发了言论不是不可以 是OK的 你不要认为在美国就没有 引言或罪这些事情 经贸你认真的去考虑一下 你如果 如果什么可以 甚至说我们都可以 是不是跟法院那边去沟通 如果你回来可能会是一样的 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我们都可以去做工作 你给我拿来 拿来就捏过来 你给我拿来就捏过来 你不要什么东西都往这个体制上来靠 知道回来会被关多少年 你现在如果愿意回来 我们可以跟法院去沟通 但是我不知道安徽那边的 那个国家那边的 对上次也不知道是什么部门 是不是究竟因为你上新闻的事情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上新闻的事 那你现在我 我说白了 像你这个事情你不解决的话 你回国 给你一个建议 你如果是 我建议你这个 琢磨一下 回不回来 我们可以 出面跟法院去聊一下 你考虑一下 不管你在哪 不要把事情提升到 平治方面的问题 在国外 你发表验动 一定要要注意 第二个呢 好好的去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回来 好好的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回来 主要还取决于我之前做人 也是说了什么样的话 这是重点 那按照官方的角度来说呢 如果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也不去发表什么样的意见 那人家为什么要冻结你的银行账户呢 对不对 所以说 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不需要问 就不需要理由的 我也心明庆和的跟他们谈了 所以这个钱呢 到了中国政府的口袋里 就像泼出去的脏水一样 是拿不回来的 所以说我也没抱着一定要回来 所以我打电话 都是很心平气和的 去跟他们聊 毕竟也不跟他们讲道理 加之以前我已经经历过太多 这方面相关的类似的事情了 以前钱都被冻结了 而且冻结的更多的多的多的多 也没拿回来 现在冻结一点 那只能说吸取这样的一个教训 以后关于一些话题啊议题啊 因为我还是个中国人 敏感的话题呢 能不谈我就不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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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